老闆娘去零头算便宜点 但物价飞涨 过去买一样的东西 六七百元就能搞定 现在一张千元钞有去无回 有时候还不够用 上市场的民众对物价涨很有感 三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 CPI飙上百分之三点二七 比上个月涨百分之零点三一 创下九年半新高 也连续八个月突破百分之二的通膨警戒线 其中像鸡蛋虽然涨幅有收敛 但还是高达百分之二十六 另外牙膏沙拉油也变贵 而面粉涨百分之七点一三 创下一百二十三个月新高 因为面粉涨太多了 普遍就是羊群的拉面 之前是三十一斤嘛 那现在就是三十五块 他上无奈 主因是恶物战争推升国际油价 国际农工原物料价格也居高不下 举例一家四口家庭 每月消费八万元 CPI年增率百分之三点二七 每个月会多花两千六百一十六元 其中外食和交通油料费用 都贵了超过四百元 好像大概都涨了十块吧 因为我没有小孩要养就没差 常外食的年轻人也知道 不管是早餐便当手摇饮等 价格都涨五到十五元 因为外食费年增百分之五点二六 创下一百五十九个月新高 预估高点落在第三季 年底才会慢慢收敛 但手中的钱变薄 物价涨势还没停 预计六月份之前还会有高点 压力越来越大 民众只能继续咬牙审核包 TVBS新闻小见面 红旧外台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